演员最重要的就是演技,然而有的演员却偏偏没有演技,没有演技就算了,有进步就行,但令观众悲伤的是有些演员是年纪越来越大,演技却没有一点进步。 说起张铁林,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还珠格格中的黄阿玛吧,然而是真的只有黄阿玛,因为之后张铁林所有的作品,都是和还珠格格中一样的演技,那就是吹胡子瞪眼,和他一起的王刚,张伯利的演技比他真的好太多,张凯利在渴望中的演技大家都有目共睹吧,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张凯利后面的戏再也没有这样的演技了, 永远都是夸张的台词和猙獰的表情,有点用了过猛的感觉,最后一位就是网友经常吐槽的杨颖了,大家都认为他作为一位演员,拉着这么高的片酬,演技还这么烂,大老爷要说的是最近老爷看了他演的《创业时代》,感觉演技还是有进步,大家不要这么苛刻吗? 还是老爷说的那句话,有进步,不后退就是好事吗?大家觉得的还有哪些明星是工厂年纪,演技却一直不变,欢迎大家和老爷一起讨论哦 Nice 愉快和 Odd %整理 坚整